字幕提供 可能大家都聽到 伊巴希莫域在伊甲方面受傷 如無意外 歐霸杯第一回合 在奧脫福席的比賽 伊巴希莫域就沒有踢 表面上來看 理論上 對於AC米蘭是壞消息 因為AC米蘭的進攻都很靠伊巴希莫域 但實際上這場比賽沒有了伊巴希莫域 對於AC米蘭來說 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其實是一本半的 我想想說什麼 很多晚聯球迷都會知道 另外 剛剛那場球有一個後續的消息 Sky Sports 拍到 麥佳亞和福仔有些口角在球場上高 老實說 球場上高的口角一點也不奇怪 尤其是打到很興奮的時候 說了多句 小句都什麼 有趣的地方 聽到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說 麥佳亞說 說了一句不知什麼 福仔說 你想我怎樣 麥佳亞第一個版本就說 快回去回訪 第二個版本就說 你不要再越位行不行 說真的 我聽過那段的對話 但是實在 我也聽不到 不知英文不夠厲害 還是收音真的不是太清 所以是哪個版本 我真的說不到給大家聽 不過 兩個版本都好 可以告訴大家 看到一些 萬聯的怪現象 第一個怪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 很多時候對手 進攻球員的主力受傷 往往就令到我們 處於下風的 因為很簡單 就是說 對方一打Loblock 我們就站在這裏 真的站在這裏 不懂得怎樣踢 所以 A4米蘭那場球 沒了EBH域 可能對於A4米蘭來說 是好事多個壞事都未頂的 因為可能他們沒了EBH域 就沒那麼進攻 沒那麼進攻 我們就站在這裏 站定定在這裏 好了 另外 第二個怪現象 就要在畫面那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 一般來說 在我們現在 比較強的 陣容的時候 很多時候進攻的模式 會有這些球員參與 例如卡雲尼 就會在正前鋒位 福仔 就會在左邊 娟尼在右邊 理論上有Buno 就會在後一點 上來助攻的左閘和右閘 就會分別 就是蘇爾和雲比薩卡 那怪現象是什麼呢 一 就是說 蘇爾和雲比薩卡 兩個人是永遠走得氣喀 為什麼呢 因為 無論是防守 他們要回去防守 進攻 他們要下底線 即是我那次跟大家說 Go Line to Go Line的底線 所以 你看到蘇爾和比薩卡 走得真是喘氣到阿媽都不認得 這是第一件事 大家要先記住 第二件事 我也曾經說了幾次 如果我們對手在後場猜 或者對手在後場拿著球的話 我們前面逼的 就只有Buno 加上Carvin 兩個人 又或者如果Greenwood打前鋒的話 就是Greenwood加Buno 總之 我們在前場 對手的三分一 去做逼搶的話 永遠 10乘9 都只有兩個人 兩支弓 逼來逼去 那麼 老實說 對手起碼有back4 到四個後方 加上防中 五個或者四個猜 兩個猜猜猜 怎麼有 幾大機會可以逼脫對方的球呢 這個 所謂的前場逼搶的成效 我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但是 兩個焦點 Go Line to Go Line走得索氣 這兩個 雜偉或者逆位的球員 加上 Buno加上Carvin 的前場進攻 都引申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究竟Greenwood 和福仔 這兩個左右 的進攻球員 所謂的 有少少邊峰 其實也不是邊峰 在做什麼呢 為什麼進攻很多時候 好像不是很多份 當然如果雲比斯卡衝下來的時候 Greenwood就可能會在這裏 幫手給他球 或者拿著球傳中 相反 福仔也是 所以如果走到氣流氣柱 有時底線出球出來就會找到福仔 但是 其實 在體力的分配 真的是超級不平均 究竟為什麼我們兩個集位和兩個中間的球員 要撲上撲下走上撲下 反而 兩個最 年輕或者最好氣好力 或者叫做速度最快的兩個球員 Greenwood和福仔的位置 反而就不需要怎麼走的 兩個都是行動企 這大約是禁區 還有 我們的三閘線 三閘 也不是 Boss to Box 他們在對方的禁區邊 還有不到我們自己防守的三閘線 的活動範圍 所以其實很奇怪 當然如果我們有機會打反擊 即是別人不是LOW BLOCK的時候 就試過幾次 Greenwood在中場拿到波 馬上給了一個漂亮直線 給復仔這個也試過 相反 復仔中場一個漂亮的 大斜線給Greenwood也試過 但是這些情況 在對手一打LOW BLOCK的時候 基本上差不多沒什麼機會出現 所以這個所謂的優勢實在是少的 另外 接下來我聽了ESPN FC 其中一個前球員也是球評的 Sillard Watson說 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這兩個位置 有時也不是福仔和Greenwood的 不是福仔和Greenwood的 總之打這兩個位置的球員 很多時候他站在禁區頂上 沒有什麼位置 他會退後一點 三閘線拿球 但是拿球的問題就出現了 他們拿球之後 通常都是自己找位衝的 無論這個是福仔也好 Marsier也好 這邊是Greenwood也好 Daniel James也好 或者是福仔打這邊也好 都是在大約三十線拿球 想自己衝的 說真的 誰都好 這兩個位 的球員 在三閘線上衝入禁區 近十場球 我想成功 100次也不知道有沒有一次 但是他仍然繼續這樣做 有一兩球 Greenwood嘗試在三閘線 回後三閘線拿球之後 傳送給Carwin 或者想傳出來 其實已經是一個 好的變化 亦 做了一些機會 但是非常小 是Greenwood有做的 我印象中 無論是Marsier也好 福仔也好 都少做 Daniel James好一點 就是他有幫助 運比薩卡落底線 如果那個是Daniel James的話 Daniel James先出來 如果Daniel James在右邊有個好處 他有時自己會落底線幫忙 剛剛這場球 Greenwood也自己落了一次底線 亦都成功地製造了一個機會 但可惜越門而過 就是我所說的 剛剛那場球唯一一個最好的機會 所以 真是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我們 明明是 用兩個有速度 有活力的球員 理論上 打兩個 進攻的左右兩邊 應該會是他們要做很多事 上上落落 做很多事 有很多工作 會分給他們做 才對的 但是實際上來說 反而要兩個 相對來說 老將 卡雲尼和 班奴 或者正前鋒 加上班奴 這個攻中位 就在前面撲來撲去 再慘的那兩個 就是 梳爾和雲比薩卡 Go line to go line 走到氣來氣喘 又 後面回來 慢一點 又弱了被人打 去到前面 落了底線 出球 沒有人接應 雲比薩卡有幾球 都是這樣 剛剛那場球 所以 很可憐 但是 所謂的進攻 我們經常要把四二三一 那個三的左右 其實 是做什麼鬼的 以及他們的接應 為什麼可以這麼差 最後一件事想說 我們的前線球員 卡雲尼不算 卡雲尼已經是最熟的 就沒有關係 無論是Greenwood Ratsford 或者 Marsier 這個也是 Siri Robson說的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這三個人 他們永遠不會在危險位置接應自己隊友的傳送 他們永遠 例如雲比薩卡很辛苦落底線 這三個人永遠都不會在危險位置接應雲比薩卡傳送 蘇爾亦然 蘇爾是好少少的 因為蘇爾可能跟他們太熟了 知道那些人都不知道 整天走過來 奇怪怪的 反而 在較出的位置 有時會找到 福仔或者Marsier 如果福仔和Marsier打左邊 就好少少 但永遠 當他出一個平放的 我經常說 半腰的急速的球 去六八點禁區 就永遠都沒有人接應 有時 以卡雲尼理論上 以他的卡士應該做到 但現在都越來越少 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很少出這些球 所以他都不在那裡 還是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他有幾場沒有打 所以也很奇怪 我們這三位年青球員 理論上 在蘇斯克查的教導之下 蘇斯克查也整天說 說到口都很臭 想要多一點 打球 但是這三位年青球員 尤其是 Greenwood 理論上 其實他打U隊的時候 比較好一點 不知為什麼現在上一隊 反而 完全做不到 所以 以上 我今天這一次所說的 我就覺得 可以跟大家 說到 為什麼人家打Loblock 就算我們有左右兩邊 拉開 對手的防線 都 撕破不了 這個正正就是 前線的4231 不要計算班奴 班奴交不了球是另一件事 我們有機會再說 班奴交不了球也是 近來的事 但是 這個又另外再說 但是就算我們做到拉邊的話 中間的三個 包括有 可能是Carwin Greenwood 或者是Rexford 或者這四個 自然抓三個出來 都是接應不到的 底線的傳中 或者邊線的傳中 這個也是 說真的 曼城跟我們 一個超級無敵 極大的分別 置入 其中一個重點 我自己覺得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OK 說的就是這麽多 因為 說真的 今天長波 剛剛昨晚的那場 是打得超級 很噁心 亦都不是第一場 但是 亦都 我下午聽了 Sill Robson 他說了這兩件事 我再回心一想 就真的覺得 是 我想很多朋友都說過 但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 很能夠解釋 我們為何 破不了Logo OK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